我真的很感谢灵命日良给我的帮助 因为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这时候我会更加的迫切来想要听他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可以有神的话语 进到我的心里面 我大概是在六七年前开始接触灵命日良 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呢是 我刚进入教会认识神的时候 然后我们教会的师母牧师 有在推崇这个材料 所以我就接触了灵命日良 那通常呢我会在早上的时候 把它播出来听 就很像背景音乐一般的 就是当我在边做事 甚至边吃早餐的时候 我会边来聆听灵命日良 我是李芳 在今天的灵命日良 这个习惯呢直到我现在成为全职妈妈 仍然还是保有这个习惯 那因为全职妈妈实在是太忙碌了 所以我在忙碌的育儿生活的时候 有时候我可能会忘记听 然后忘记过来听 我就会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事情一样 就浑身非常非常的不自在 然后我就很想要赶快冲过去把它拿出来听 然后甚至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我会更加迫切的 想要赶快播灵命日良 原因是因为呢 我觉得透过灵命日良 可以让我听见神的话语 那神的话语进到我的心里面的时候 我的心会比较平静 会比较安稳 会觉得比较有满足这样子 那虽然呢 我不是以比较深度的方式 专心的在灵命日良 而是边做事边使用它 不过呢 每当在生命低谷啊 或者是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的耳朵就会很神奇的 很像搜寻引擎一样 就会让我听到一些金句 或者是听到一些可以帮助我的真理 所以我也要鼓励你 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忙碌的话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使用 早晨灵命的方式来使用这本材料 那这样子呢 我相信无论是透过任何方式 透过任何时间 只要你愿意的话 神都会亲自来跟你连结